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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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那个专业是哲学专业吗 是 是吧 对 你喜欢哲学专业吗 喜欢 哲学其实在教我们现实是什么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对 同时哲学告诉我们 相同的错误不要老犯 是吧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哲学一般都是行而上吗 不不不 都讲代呢 我觉得认为哲学行而上 是对哲学很偏颇的一个理解 哲学解决的是生活当中的现实问题 比方说 哲学里面经常有一句话 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这是个现实存在 但是这句话说了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 来 是有其独立性和个别性 独特性的 所以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是的 同时我们的古人经常告诉我们 环境很重要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进诸者赤 寂寞者黑 这句话说明了有这样的一个哲学道理 外音是会影响人的一个变化的 同时 一边在强调着外音 一边 我们的古人又很现实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这句话说明的哲学道理是 内营 说出来 我看一眼 你们俩在脱口秀了 是吧 内营 其实内营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一个本质 你看 不错 这也能力挺强的 那你把 这还是价值观 不要老觉得哲学是行而上 哲学说的都是现实问题 现在学哲学的朋友 可能想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是有难度的 一心能够感觉的 导少哥很喜欢他 在暗中想帮帮他 并且这个小伙子其实你的沟通能力真的还不错 你想进入的行业是 我想进入的是尹峰老师的团队 在所有的老板当中你最喜欢的老板是 尹峰老师 李游是 因为他长得漂亮 你最不 最后这句话 减分 同时 同时他也是 同时 大家不要听话听一半 同时他也是我所知道的女性企业家中 一个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的一个典型 你不喜欢的老板是 五八同城的姚晋波姚老师 为什么 理由是 因为我吃过五八同城的亏 这个咱就不用来 这个刚才是我们的简单答题 现在进入到问答题 你是怎么吃了五八同城的亏呢 来 请详细阐述 这道题30分 是这样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因为 那是在 11年 11年12年 包括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我吃的亏 最主要是 因为五八同城有一个同城交友的这样一个平台 还是因为找对象的事情 那么 五八同城由于疏忽对于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去什么百合网啊 是一家园去那些地儿呢 那儿太贵呗 对 小老百姓没钱 然后你去了五八同城 同城交友 对 他因为他是免费的 而且都是在北京嘛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根据我的要求 在年龄段之间 然后筛选 花钱吗 不花钱 是免费的 然后那些信息呢 也挺好的 然后聊了短信啊 QQ都聊了 聊完以后 大家就约出来见面 结果我发现 这是一个托 是一个酒托 也是一个饭托 他会带你去一些 比较 比较一般的 一般的店 然后他点菜 因为 让女士点菜 他点了 他只点了一样 他点了一个红酒套餐 这个套餐不是998 是1998 一瓶红酒 加一点果类吧 而且那个 那个 那个服务员 也很没有礼貌的 就一直站在你旁边 等着你付钱 那你只能够迅速的就 就喝两口就给钱 给完钱以后 卡一刷 就是1998 让你来签字 就类似这样的话 我这两年来 基本上每次 每一年总要有个 八九到十次 被 被 那是你活该啊 怪58什么事 那我 那我问一下 没什么问题的 对啊 我觉得这些 非常活该的一个事情 不是5998 就是58的问题啊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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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大家 老百姓的声音 当他说完 八九十次之后 我身后的那位大姐 穿红毛衣 这位大姐 气死了 大声的说 那她是干嘛的呀 这是 说她呢 你缺心眼是吧 是因为这样 我 我 我比较相信 一次不就完了吗 你不能因为一次的是吧 你不能说遇到一个坏人 你点赛不就完了吗 这个世界全是坏人 哇 忠实用户啊 还就定半件事弹了 他在这里 到底长了什么经验啊 为什么你就恨上5万了 你在同一个地方 要摔多少次跟头 你才能长记性 当然就是 你为什么十来次 踏进同一条河流呢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哲学家都告诉我们了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其实从根本上讲 我为什么说 我把他想到 哎哎哎哎 稍等稍等 诚伯啊 没见就算没上大 一个问题 中国有一句老话 请你告诉我一下 这句话的哲学道理 苍蝇不钉 无缝的蛋 为什么 所有的苍蝇都往一个蛋上飞 那一定因为那个蛋 是个坏蛋 童博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因为他整个的恋爱经历 是由这些 五八图层的经历去构成的 所以他本身来讲是很享受的 这是个学习的过程 我有一个 我只讲一个出发点 这是原始动力 因为两年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母亲当时是有血癌 可能很着急这个事情 我想我能够尽快的 在我母亲去世之前 能够有一个交代 但是很不幸 我这么些的努力还是白费 最后还是单身一人 回去送我母亲走 所以这是我一直急着 到处去找对象 然后找一个靠谱对象 我不会要求他的容貌 身材或是学历 学识等等 我不要求这些 我只要求他靠谱 好 说完了 这篇也翻过去了 接下来我会让老板们表态 第二轮 直与能力相关 好吧 好 十二位彭博 去还是留 选择 一位 两位 三位 六位 哎 怎么了呢 傅胜 怎么了 我觉得我就真的不能说服自己面对这么一个事实 就前面都很好 我一直都觉得很不错 我在想他 他那个其实又挺低调的 就从哪开始 那个大反转了 就讲这十几次这事 就十几次这事 我在想他可能会很难沟通 就看上去他很老实 很不说话 但是他其实如果他认准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去 去真正去改变 而你在工作当中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这种问题如果你不能去 真的从 你总从出发点去想 而不是想结果 哎 我认为傅胜说的非常对 你总从出发点去想 而不是想结果 来 许乐为什么走了 我是很愤怒地走开的 因为 因为当他讲哲学 我很喜欢这个人 当他讲他十四的时候 我就开始对他减分 但当他最后讲到他母亲血癌的时候 我真的想骂他 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你为了免费 不想去付费交友 那你花几千块钱去请别人吃饭干嘛 你老子进水了吗 我觉得许乐 我真的很愤怒啊 你母亲血癌 你说你要找老婆 给你母亲一个交代 你干嘛讲这档事情 我觉得你很丢人 你不是个孝子 你知道吗 你要让你母亲幸福 你就花几百块钱 不过去找一个真心的女朋友吗 你还很享受 花几千块钱 你给这样一些人 我真的很愤怒 我觉得你有病 你知道吗 好 许乐很愤怒 平静一下 许乐 我相信他也不是 一次一次奔着 下次还掏一千块钱 我对不起 个人立场好吧 好 你说的对 谢谢 四位离开 不过还有八位留下来 能力能力啊 天生我有财 来 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彭博还不错的 最起码 我看到你一个潜质 你适合做销售的潜质 因为你具备 百折不挠的精神 其实你特别适合呢 就假如说 企业给你定一个杠 然后呢 你把这个不断地去做好 你这个特性 其实我是非常欣赏的 谢谢 那么其实呢 我想问你在过去那两年 你不做过渠道管理吗 那你能不能讲你过去的两年 做过渠道管理的一些案例 或者你用的一些什么方法 去做的这些事情 首先我讲一下 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的工作的流程是 首先我会对 从网上对这个东北目前 灯光音响市场的 一个现状 进行一个搜索 给他们选出 可以适用的产品 然后第二步 我会去逐个的去 比较比较认真的 一一的去 长时间的去拜访他们 在已经聊的基础上 双方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 我才会带着试用品 去让它实际的体验 我们的产品 所能带来的一个效果 我就问一下 你业绩最后怎么样 你的业绩 当时做了周围业绩 我是当时要求是 一百万的业绩 一年 对 我下半年已经完成了 一百五十万左右 好的 比如说你明明知道 你每次去找的这种女孩 都会上当受骗 或者说有这个风险 对 当你第二次碰到这种情况 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可能我要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换一个 其他的地方 那个事情很简单 第二次之后 你就我选地方吧 如果那女孩子不让的话 那就再找一个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 会让我们理解成为 你是个老好人 大好人 没有原则和立场 好坏不非 把这个当问题 是非不分 那这样你不论是做管理 还是做培训 这都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我是有原则的 因为在公司上 在出差或者跟客户 在交谈上 公司有公司的底线 这个底线是我不能够破的 但是我可能会规避 这样一个比较 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可能会把公司给 比如说公司给的底线是 这一年要完成一百万的量 可能我会要求 完成一百二十万的量 这样的话 会让它有一个缓冲期 那我问你 你如果想到咖啡之意来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因为我知道 经过一一年一二年 咖啡之意从一个质量 到标准化的一个过渡以后 现在正在扩张 然后在招聘加盟 我希望通过我对渠道的开发 以及后期渠道管理的 这些经验 我希望能够投入到咖啡之意 去帮助完成这样一个 这个加盟的一些事情 帮助什么 比如 也是吃天乱还是帮忙 因为是这样 我刚刚也说了 我很老实地讲 我可能并不是太了解 具体加盟应该做哪些事情 但是我想它跟渠道的开拓 应该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我在我开场的时候 我也讲 我希望能够通过今天 能够认识一个更加全面 更加深刻的一个自己 你要在这儿来通过吗 你是可是搞市场的 你之前不调研 它还是你的目标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他 稍微严格一点 是的 我也觉得是 他才24岁 其实就是长得稍微着急一点 我也觉得是 但是他独立很早 那你就按照你的理解去说 而且他这种家庭状况 他要照顾他的父亲 他更应该独立的早 按照你的理解 应该归应该 他是89年的各位 是这样 我想就坦率说 就是你的技能很好 24岁 嘴皮特别快 特别快 就第一轮我想灭灯 但是你讲的一个 你母亲的故事 我反而留了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能会理解 就是你正因为有这种 这种 这种原因 让你呢 想到这个模块 你也不会去想其他方法 就一门心思一门心的去做 而这种呢 也可能在销售这样的岗位中间 它是适合的 但是 就是你总给人一种 你去倚仗你的小聪明 你的变手的能力 因为你变手第一名 金牌变手 对吧 倚仗这个之后呢 在企业运营中间会有大风险 我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亲手教我做渠道的老师 讲过这样的话 说可能会被这种小聪明所害死 到现在我理解的这种小聪明 可能是一种偷鸡取巧 偷鸡耍滑这种 可能我对这种小聪明的定义 还不是很清晰 能不能问一个跨行业的问题 因为你对餐饮业做了一点工作 但实际上刚才的问题回答得不好 但是你对其他行业感兴趣 比如说少儿艺术 教育大的腿训少儿艺术 也是随着渠道开发 加盟 直营等等 其实是这样的 我在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也有小半年 我试图去了和新航道有关的 这样一个出国留学的一个公司 我主要负责的是和其他机构的一个合作 他的公司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操作过程 就是他会给你规定好你的这个 他不仅给你规定你的任务量 他也会给你规定一个你怎么做 你不需要提出任何质疑 说这个对还是不对 你适不适应 他会告诉你 你现在首先第一步 在一个周内你去开发 或者说去认识 就是他有规范流程 特别好 面对这种规范流程 你会怎么看 你怎么想 他已经离开了 这就是他怎么想的 对 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重要 加盟都会有比较清晰的规范的流程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 你怎么看这个流程 你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彭博 谨慎 来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 但是并没有被接受 我觉得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能 我直白地说 如果公司所做的这个方式 却的确不适应我 我会跟公司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说可能我的能力 或者说我的技能 并不会适应于这个岗位 所以我离开了这个公司 好 各位 我终于心里面有一个答案了 好 你知道你 你如果有答案你自己 不要拿到答案影响别人 你的小聪明肯定会输在以后的规范流程 你那十几次啊 就是输在规范流程 先不告诉你 我觉得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职业感的人 我们大家不要 你看你都走了 我们大家先不得结论 不要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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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八个人留下来 做完判断之后 咱们在有感而发 不要互相影响 八位独立做判断 去或者留 选择 郑冬还是要在 好的 哇 谢谢 来 谈前不上感情 职位 我给你们一个岗位呢 还是一个销售 销售基础岗 我认为你具备这个潜质 好 工作地点 在苏州 在苏州 在你江苏 江苏史在地 苏州 钱自己来 有在北京吗 北京没有 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业务线 包括技术线 都已经移到了苏州 刘总 我想问您给我的待遇是 三千五 销售基础 基础底薪 对 认真思考 彭博 告诉我们 福能集团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呢 还是谢谢 再见 对不起 谢谢 再见 我人生第一次say no 吧 祝贺你say no 因为一定得有say no的时候 对 你的这一个最后这个说no真的加分了 那您还要我吗 可是来不及了 尹峰 我可以私下给您投简历 是 别光想普遍性哦 对立同一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各位